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家餐桌上的主角被无奈地称作冬季老三样 这是2019年春天我们在北京一个大型超市拍摄到的画面 原本属于四季的蔬菜 在这里应有尽有 其实 科学技术的进步 让昔日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农业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温室大棚 改变作物生长条件 让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果 无土栽培 让人们的餐桌不再依赖土壤 即使没有太阳 人们依然能种植出优质蔬果 扑面而来的植物工厂 让很多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植物工厂呢 同时的来讲 就是植物在一个完全工厂化的一个条件下进行生产 就像工业产品一样 在一个大的车间里 有一些零件 有一些流水线 最终呢 通过工人的生产 生产出一个终端的产品 杨琪长 设施植物 环境工程创新团队 首席科学家 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智能植物工厂 为种植业提供了多种可能 这个呢 是一个叫移动式的一个植物工厂 移动式植物工厂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植物工厂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比如说我们放在社区啊 放在这个南极啊 放在建船啊 放在岛礁啊 任何地方 只要有水和电 我们就可以生产一些素菜等一些食物 所以说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 应该说是便利的一种农业的一些设施 应该说就可以有这么一个装置的话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一些食物 来 我们去看一看 这个呢 是现在正在这个用这个LED啊 人工光啊 进行一些素菜的一些这个生产一些实验研究 通过这个LED啊 这个不同的光谱的一些这个配置 然后通过营养业的物土栽培 通过环境调控的一些措施啊 就可以在人工环境下生产一些这个素菜啊 担担一些食物 在这里 人们把小菜苗放在了这个密不透光的房间里 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 全部来自这不同颜色的人造光源 人们把这种发光二极管简称LED 与传统的白赤灯泡和奶灯相比 发光二极管具有寿命长 省电等低能耗的特点 目前来说呢 低能耗的光源主要是LED 但是LED用于农业上呢 有很多难题 主要难题就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光谱适合于植物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选择它的实际的光谱 从育种小苗长成大苗 除了氧气和养分的需求不一样 它们需要的光照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这是我们的育苗箱 然后上面还是在进行育苗的状态 然后下面这个苗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生长了 这是生长了四周之后的一个苗的状态 然后我们还在同一周期就进行移栽的一个苗 那么育苗两周之后进行移栽的 进行在这个植物工厂环境下 生长的一个苗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对比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环境下是更适合植物生长的 你能想象这是同时出苗 同样的营养液 只是光照不一样的产物吗 光照不同 植物生长状态千差万别 就把这个红光关掉 对 这个是450纳米的一个蓝光 它对植物的形态建成 比如说它的一个叶面积啊 然后珠高矮化是有作用的 然后再把这个蓝光关掉 红光打开 观察不同波段的光对植物的影响 是它们实验的内容 学生们会把同一时期种下的叶菜 放在波长不同的光下 收获时节很快来临 积累实验数据是最重要的 通过测量叶片面积 以及叶绿素含量等成分的分析 来寻找这种叶菜最适宜的灯光组合 这个是放大200倍的植物叶片的结构 像这个一圈一圈的 这个是植物的表皮细胞 然后这个圆圈的 外面一个圆圈 里面一个圆圈 这是这个叶片的气孔 它的气孔是由两个保卫细胞组成的 就是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节 而这个气孔开放程度大的话 有利于叶片吸收二氧化碳 如果气孔开放程度较小的话 就不利于吸收二氧化碳 也就是不利于它的生长 它们一次次种植 一次次对比 用实验解决了一个问题 不同组合的光照下 植物的光合作用不一样 生长状况不一样 叶片中积累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同的 还剖析了不同波段的光 在植物生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发现是400到700纳米 它这个波段对植物的光合起了作用 其他的一些波段 比如说远红 然后对植物的叶面积 还有猪高 它的增大是比较有作用的 为了便于种植 积累数据 课题组在实验室 设置了两个小型植物工厂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两个植物工厂的各种状态 都掌控在这台电脑上 然后我们植物工厂里边 可以控制温度 湿度 氧化碳 还有风速 那么根据植物生长的一个需要 它可以进行这个设定值的一个设定 我给它一个白天一个24度 然后晚上给它设定一个20度 进行一个光暗期的一个温差 湿度 给料和氧化碳 风速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段 进行分别的控制 光是可控的 温度 湿度 二氧化碳 都是可控的 蔬菜可以在可控的植物工厂里 按需分配 茁壮成长 它们的研究成果 要放大到规模更大的植物工厂 进行产业化 风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它们发现没有风的条件下 植物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障碍 比如说夜烧病就会发生 如果调整室内风速 发病率就会降低 类似工厂的流水线 类似工厂化的管理 这里没有了传统农业所必须的土地 有的却是城市建筑常见的水泥地面 蔬菜没有长在土壤里 而是固定在一块块高密度泡沫板上 那么土壤在传统农业中 到底充当着什么角色呢 原来人们看中的土壤 除了给植物提供一个支撑的物理作用之外 就是提供植物需要的水分和养分 植物工厂里的高密度泡沫板 起到了支撑作用 泡沫板下面就是这些蔬菜 赖以生存的营养液了 工作人员会定期通过 检查这些浸在液体里的根系 来判断蔬菜的长势 进而调整营养液的成分 这里的人们将无土栽培技术 进行了工厂化操作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儿叫 自然光植物工厂 然后看这个 它那个栽培的层数比较平面 然后最多是两层的 然后它是靠自然光 来补充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源 然后我们叫做自然光植物工厂 我们这边做的是 人工光补光的栽培 现在做的是五层的这个栽培架 然后你看这儿写的 我们写的一个是动态栽培 这个动态栽培就是 小苗的时候 它照射一个光照强度 然后中间的时候 就成了的时候 然后是一个光照强度 然后到采收的时候 是一个光照强度 实际上它是一个 在自然光植物工厂里边 我们想栽培的密度更大 栽培的高度更高 实际上我们补充了一些 人工的光源 我们叫自然光和人工光 结合的一种栽培模式 这种栽培模式叫 我们就是脱离开这个自然光 就是全人工光栽培的一种 蔬菜栽培方式 它是在完全没有 自然光照射的这个条件下 然后进行人工光 补光栽培的一种栽培模式 有了植物生长 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人们就可以根据 植物生长收获的周期 提前进行蔬菜定制 一年四季都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 按计划的进行生产 甚至可以调控它的生长周期 调控它的品质 调控它的上市时间等等 都可以实现 所以在植物工厂条件下 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到 植物的智能化生产 这个就叫奶油生菜 你看我们这颗奶油生菜 它现在长得差不多应该是 二十三天左右 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它的根系 是很健康的 根系是很白的 然后它基本上长到二十天的时候 它一点一片黄叶子都没有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 更好听的名字叫棉洗蔬菜 然后这片叶子是不用洗 然后就可以吃的 无土栽培所用的肥料 是根据不同作物 不同时期生长需要而配置的 它更容易保证 作物生长的营养平衡 自动控制的通风系统 也保证了根系生长的环境需求 清晰可见的根系 似乎也在向我们展示着 它们的勃勃生机 一块小小的培养机 就能支撑起那么高大的秧苗 显然这是传统农业 所不能达到的奇迹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 推广这门农业技术 科研团队把展示柜 搬到商业区 生活区 这就是从植物工厂里 收获的蔬菜 做成的菜肴 它们被端到食客的面前 这种现摘现吃的奇特方式 瞬间就俘获了大家的心 味怎么样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吃 你以前点过这样的菜吗 没有 今天也是第一次点 我感觉这里的菜特别的 包括它的摆盘 特别美 除了我们能享受美味以外 还有一个视觉的声音 他们不知道 这种奶油生菜 只是植物工厂中 众多蔬菜的一种 魏玲玲是这个地方的当家人 她不仅仅是好食材的制造者 更像是一个蔬菜王国的缔造者 十几年来 她和她的团队 致力于用工业化的手段 做农业的事情 在这个近一万平方米的 温室大棚中 种植着世界各地 不同品种的 叶菜 果菜 以及食用震 等上百个品种 与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传统耕种不同 魏玲玲在繁华都市中 打造的现代化的植物工厂 依靠智能化的控制 通过精准的营养液供给 来实现果蔬的 高效 集约化栽培 现在有白粉丝 你看这个 因为物联网的信息化技术 我们会通过它去分析 比如说我们摄像头 我从看你园子 我看你将军板上 都沾了什么虫子 如果说你单区域的 这个虫子都多了 包括虫子品种多 你看这还有白粉丝 什么的 就是我们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要该繁殖了 对 能看着 你看这个摆掉 摆掉没有 摆掉 对 它现在这边三种虫子 一种这种 一种大一点的 那么我们会远长 比如说我在北京 我就看到了 您可能还没发现的 我说坏了 你们必须要开始进行 病虫害防治了 不彻底消毒防治的话 就不行了 在咱们就通过 智能化的事物 比如说我手机上 就有这个东西了 我就能 今天我要打开手机 我的那个平台 我赶紧给你发短信 我说这个事情要报警了 这看似简单的种植 依托的是强大的 互联网智能技术 农民已经是一个 技术性很强的职业 因为过去可能我们 对农民的理解 就是我要面朝黄土 背朝天 然后一个汉主摔跋的那样 实际上现在它就是 我觉得就是办公室农业 就是人在办公室里边 完全可以操纵 比如说我要打药 那就是喷雾机 然后我要食肥 那可能就是滴灌 我们这个物联网控制系统 实际上现在可以在手机上 进行远程来管理 我们看到底下 它有显示氨化碳的浓度 然后还有光照强度 还有温度 有湿度 然后同时我们也能 做到这个风机石联 然后植氧网和保温的一些 管理和控制 现在我们来开启一下 我们这个夜菜馆的 一组补光灯 还是二区的补光灯寺 尽管LED是最节能的光源 但是不靠自然 完全打造人工环境 对能源的需求 应该是巨大的 杨琪长却用他们的研究成果 揭示节能的秘密 除这个光的机能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于 使它的空调的冷耗降到最低 所以说我们有很重要的技术 就是在 如何把室外的一些冷源 引到室内来 我们有一个技术 叫光温偶合的环境调控技术 也就是在光气的时候 我们把室外的 尤其是夜晚的冷源 引到室内来 这个进行降温 这样能够加少空调的一些冷耗 通过我们的研究 可以加少最高达到60%的 一个能源的消耗 如何节能 是他们在实现植物工厂 智能化的同时 必须要考虑的 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植物工厂 在这里 人们将所有生长在地上的植物 垂直排列 将阳光 水分与空间充分利用 无论是酷热的夏季 还是寒冷的冬天 人们在一年四季 都能种植出多种新鲜的蔬菜 我们叫它是漂浮板 每一个板就是种植28颗蔬菜 这样的话 它就是根据蔬菜的 就是说标准距离 进行合理摆放 然后进行种植 整个这个漂浮板 你看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这个漂浮板的样子 就是整个板子就可以漂浮在水上 那下面这个是我们的营养叶池 大家看到我们的根 这就是在通过这个 直接在营养叶里面进行吸收养分 因为我们奶油生菜的 种植的规律的话 咱们在夏天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就可以实现它的 从幼苗到成品菜的一个生长过程 这种被称为 漂浮培蔬菜种植技术 虽然引自国外 但是却在国内的植物工厂 帮了大忙 眼前的这片芽苗菜已经成熟 而此时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控制 就能够将它们从二楼 转移到一楼的采收区 整个园区里的每个蔬菜生长区 都安装传感器监视器 通过电脑网络 就能完成对所有蔬菜的智能化控制 也就是说在办公室就能完成 种菜收割的任务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会问 植物工厂生产出来的蔬菜 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人们还能消费得起吗 无土栽培相对于传统的土壤栽培来说的话 它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首先是它的产量高 品质好 你像我们这种无土栽培的西红柿 它每平米的产量的话 可能达到60公斤到100公斤 而传统的土壤栽培的话 它每平米的产量 可能仅仅在十几公斤左右 通过这样一算账 我们发现 由于单位面积 无土栽培的产量高 实际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另外传统的灌溉 由于水分在土壤中流失严重 而无土栽培的水分 基本都可以被根气吸收 特别是采用这种定时滴灌的方式 使得水分的利用率就更高了 传统的西红柿生产方式的话 土壤栽培的话 生产出一斤西红柿所耗的水 大约是50升到100升 每公斤西红柿 那无土栽培的话 每斤西红柿的生产耗水量 就只有15升到20升 穿梭在这些密集鲜亮的 西红柿树林中 杨西彤的心情自然是好的 今天 他依靠升降机来到了西红柿 央苗的顶部 就是想巡视一下 他的这些宝贝们是否生长正常 顺便也要给这一排的央苗 往下降一降 避免他们长得过高 碰到了屋顶 在杨西彤看来 无土栽培是繁杂的田间管理 变得简单高效 省去了翻整土地 吃肥 除草等强体力劳动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把种植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科研团队的努力下 菜园子搬进了餐厅 搬进了商场 甚至可以搬进自己家的厨房 我觉得家里如果房子大一点 你要是在别墅区 搞一组两组种点菜 那挺好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觉得如果在家里面 能够有这样一个蔬菜的架子 我前两天在做装修的时候 跟设计师在探讨 我说能不能把我的有一面窗户 改成一个蔬菜的一个架子 其实我想象中就是这样 一层一层一层的 然后放上蔬菜 这样的话我在室内 我每天都可以在那里 摘到我想吃的菜 其实观察一看我特别惊喜 我说这个可以搬到我家里去 在植物工厂的一角 就有这样一间现代化的 智能植物厨房 这是魏玲玲的设想 未来我们只要购买一台 类似冰柜大小的植物工厂 就能满足在室内 种植新鲜蔬菜 随采随吃的想法 像这个植物工厂 就是一个小型的植物工厂 我们是给它放在家里的厨房里 像这个LED光源 就是给植物补光用的 它是光合作用需要一个光 然后在下面我们还有这个水槽 这个水槽里面实际上 放它生长需要的水和肥 它能够自动循环 我们可以控制它 后面还有风扇控制风数 湿度实际也是可以控制的 然后现在这个工厂 我们可以种很多品种的蔬菜 像这一种是奶油生菜 你看这还种着小麦苗 它可以榨汁喝 非常好 下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蘑菇 而且你还可以连在自己的电脑上 用APP可以观察和控制 你这个菜种的怎么样 还可以通过朋友圈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从播种到插秧 传统的土壤被许多营养机制所取代 从秧苗移栽到收获 人工被电脑机械壁所取代 定量施肥 定时灌溉 光照可控 周期可控 质量可控 工厂化的新定制农业 取代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 目睹这些新技术 带给农业的变化 我们还有什么 不能接受的呢 一只小小的家残 支撑起全球80% 丝绸业的发展 基因的破解 给三残养殖 带来改变 走进科学 破解基因 好养残